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系不住潮 也不敷卵 每当看到别的鸟出去之后 杜鹃鸟会悄悄地潜入它们的潮内产卵 而且杜鹃卵的孵化程度很快 往往会最先孵化出幼畜 而这个幼畜又会本能地把其他还没有孵化的卵推出去 这样哪只孵卵的鸟还会误以为 这就是自己的孩子 仍然含辛茹苦地喂养 如果有哪个鸟巢里被杜鹃产了卵 那可真是倒了雪梅了 说起二胡就不得不提二犬应悦 大家知道他的作者是瞎子阿炳 阿炳的眼睛又是怎么瞎的呢 与他的生前朋友吴希仁看县之说 阿炳生前经常去嫖娼 是妓院里的常客 就这样染上了眉毒 也就是电视上常说的花柳病 说白了就是性病呗 然后他的眼睛就受到了感染 于是就瞎了 而二犬应悦就是阿炳在逛瑶子的时候创作的 更有人指出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 当时妓女和嫖客调情时所唱的影曲知心客 这一点就属于后人猜测了 究竟是不是只有阿炳本人才知道 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我们下期再见 天地% 洪海 宇宙如山 多少星球在闪烁 麻烦样钱 七想 为何要冷也要热 天地 之间 多少生命都磋了 当前 之间 谁能耍得 你也能多 姐姐们,为什么不尝 长大的您